大家好,我这盆晚年之前已经开过花了 那么有花友就咨询我们在养护晚年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二次开花呢 那么办法肯定是有的 我们只需要做好这几步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要清理掉底部的一些腐烂老化的叶片 这些叶片的话它不仅会消耗养分 而且还不利于你的这个植株二次开花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及时的清理掉 那么第二步我们就是要给它补肥了 因为花后它消耗的养分是比较多的 如果不及时补肥会影响它后期生长 也会导致它第二次很难开花 那么我们这时候怎么补肥呢 这个时候补肥的话 我们用上一点这种通用型的缓氏肥就可以了 这种肥的话比较温和不会刺激 对于像晚年这种不是洗农肥大肥的植物来说的话 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可以用一张纸巾在上面包上几粒缓氏肥 缓氏肥的用量的话 不要超过10粒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包住 把它塞入你的这个盆中央 然后把它压进去就可以了 补好肥之后呢 第三点我们就是一定要保证它有充足的光照 光照充足是让它能够进行花芽分化的非常重要的前提 一定要给它足够的光照而且每天的光照市场一定要在8小时正式是10小时以上 这样才有利于它的生长和二次芬芽分化 那么在这样子我们做好了这三步之后呢 后期没多久你的这个晚年的话呢还能够二次开花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